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称 据报道 即将在日本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 将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予以驳斥 并敦促G7国家停止打着国际规则旗号 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一己私利 汪文斌表示 谈到国际规则 首先应当搞清楚什么是国际规则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才是各国都应当遵守的国际规则 七国集团很少提联合国宪章 却总把民主国家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 说穿了 G7所说的国际规则 就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的西方规则 就是美国第一G7主导的小圈子规则 这样的规则服务的是G7等少数国家的既得利益 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万文斌指出 G7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 但自身恰恰是违反国际规则 破坏规则的代表 美国近年来 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巴黎协定等17个国际组织获协定 在全球大搞无差别窃听窃密 连G7盟友也不放过 自以挥舞外交施压 经济胁迫军事干涉大棒 悍然侵略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弱小国家 造成数千万无辜平民 丧生或沦为难民 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 美国应当站在被告席上 而不是对别国指手画脚 发言人也强调 中方敦促美日等这些国家 先把拖欠多年的联合国会费给补上 撤出在叙利亚的非法驻军 停止强推和无然水排海计划 停止挑动分裂与对抗 停止打着国际规则的旗号 去服务自身的霸权地位和一己私利 总条件事记者 北京报道